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 刚刚不是还有一个日期 我没做资料清理 叫做屋灵是不是 叫做建造日期 这边建造完整年月 我只要它的年 所以滑鼠右键 复制资料行 然后接下来 我要分割资料行 直接做分割依照质元素 然后右边数过来四个 就是屋灵的计算 我就不算这么精确 我只求棉可以吗 建造完成棉 可能会有些 就是年代久远 他也没有那个相关症状 来去佐证 所以他填空值 可是 请注意 这个空值 绝对会影响你 据说 中立区的屋灵 跟那个桃园区屋灵 哪一个城市的屋灵 比较平均的棉 比较久 这件事 好 我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那这一栏我是可以删掉的 因为我只要知道建筑的棉 所以直接把这一栏删掉 然后新增 这个叫做建筑 建筑 完成棉 是为了我要去算屋灵 然后先把它改成整树 那这一个我就可以移除掉了 也就是说到时候我就去算屋灵 就很简单 就是今天 对吧 今天的棉 好 今年减去 减去建造棉 我就算得出屋灵了 好 那建造完成棉 好 那以上就是我所讲的那个 资料清理 我先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然后提供给各位 就是刚刚我是不是做关闭并套用 所谓关闭式子 关闭powercry 编辑器 套用回去给这一个power bi 那既然是套用回去的话 他必须要把整个 40多 44万多笔的资料 全部套用刚刚的资料清理